嗨,大家好,欢迎来到优时故事会,听然然姐姐讲故事。 今天,然然姐姐要讲的是小淘气尼古拉的第二个故事,无敌英雄邦。 哥们儿,咱们得组织一个英雄邦,这是乔方处的主意。 课间休息的时候,他跟我们说,他刚看完一本书,里面讲,一帮哥们儿组成一个帮派,然后就干好多好玩的事。 他们跟坏人做斗争,保护好人,帮助穷人,还抓坏蛋,他们玩得特棒。 咱们就叫无敌英雄邦,跟书里一样。 下课以后,荒帝见。 乔方说,咱们的口令是英雄无敌手。 我到荒帝的时候,乔方、鲁飞、欧多、亚三和若琪都已经到了。 放学后,老师把我留下,说我的算术作业做错了。 我得赶紧跟我爸说,下次要当心。 口令。 亚三见我来了,一边说,一边往我脸上喷了好些面包渣。 他老吃东西,这个亚三。 英雄无敌手,我说。 你可以进来了,他说。 荒帝可棒了,我们老来这儿玩。 这儿有野草、野猫、空罐头盒、车咕噜,和一部没轮子的报废汽车。 可我们在车里玩得特好。 咱们在汽车里见面。 乔方刚才是这么说的。 乔方真可笑,他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面具蒙在脸上, 穿上一件后面写有自己的黑袍,戴一顶帽子。 他爸特有钱 老给他买玩具和化妆服 你真可笑 我跟乔芳说 他听了这话可不太高兴 咱这是个秘密团伙 乔芳说 我是头 所以谁都不能看见我的脸 头 欧多说 你开什么玩笑 凭什么你是头 就因为你戴着个帽子 像个大蘑菇 不是先生 乔芳说 因为是我出主意成立英雄帮的 就因为这个 这会儿 可豆来了 可豆他老比别人晚出学校 因为他是全班最后一名 老师就老找他的茬 罚他抄写作业什么的 口令 雅三问 好玩 英雄帮 可豆回答 不行 雅三说 你别进去 你没说对口令 嗯 嗯 嗯 什么 什么 可豆说 让我进去 你这肥家伙 不行 先生 鲨三 鲁与我说 鲁与我说 你得说出口令 才能让你进 开什么玩笑 亚三 看着他 要我说 欧多说 我建议咱们玩手心手背来决定谁是头 嗯 不行 乔方说 书上说 头是最勇敢和穿得最好的 我才是头 然后 欧多就给他鼻子上来了一拳 他就会来这一套 欧多 乔方被打得坐倒在地上 面具也被打歪了 手捂着鼻子 啊 既然如此 乔方说 你被开除了 哼 欧多说 我正想回家玩电动火车呢 然后 他就走了 嗯 哼 勇敢无敌手 可豆问 亚三说 还是不行 口令不对 不让他进来 哎 好了 乔方说 咱们得决定干点什么 啊 书上说 无敌手们要开飞机去美国找一个孤儿的叔叔 坏蛋们偷走了孤儿的财产 我可不坐飞机去美国 若其说 若其说 我妈前几天刚同意让我自己过马路 天 我们无敌英雄帮里可不要胆小鬼 乔方喊道 乔方喊道 这下子若其可发火了 说太过分了 说他从来都是所有人里最勇敢的 既然如此 他就走 而我们会为此后悔的 乔方喊道 然后他就走掉了 特帅 英雄帮 蝌豆又问 不对 亚三一边吃巧克力面包 一边回答 大家都进汽车里 乔方说 好好讨论一下咱们的秘密计划 我可是特高兴 我喜欢钻进汽车 虽然座位上有弹簧扎人 像我家客厅里的沙发 嗯 现在放到仓库里了 因为我妈说 这沙发实在太破了 看着寒碜 所以我爸就另买了一个新的 我可以进汽车 鲁飞说 但我得坐在司机的位置上 不行 这是头的座位 乔方说 你算老几 我才有资格当头 鲁飞说 欧多说的对 你穿这身衣服 像个小丑 哦 你嫉妒 没错 你就是嫉妒 乔方说 嗯 好吧 既然如此 鲁飞说 我就另成立一个秘密帮派 我要打败 我要打败你的秘密帮派 而且我们为了孤儿的事 要去美国 啊 不行 先生 乔方喊起来 乔方喊起来 是我们的乌尔 不是你们的 你们再找另外一个 开什么玩笑 哼 咱们走着瞧 说完 鲁飞就走了 嗯 英雄无敌手 可豆喊着 啊 我知道了 是英雄无敌手 啊 等着 亚三说 别动 然后 他走过来问我们 咱们的口令是什么来着 嗯 什么 乔方喊道 你连口令都忘了 嗯 怎么了 亚三说 这傻瓜 可豆 老跟我说些 不相干的东西 把 把我搞糊涂了 乔方气坏了 哼 他说 无敌英雄帮 可好了 你们才不是无敌手 你们都是些无能手 嗯 无什么 亚三问 可豆走过来 嗯 我到底能不能进来 他问 乔方 乔方把帽子摔到地上说 哼 嗯 你 没全力进来 你没说对口令 秘密帮派一定要有口令 像书上一样 没有口令的人 就是 间谍 我呀 亚三也叫道 你以为我就喜欢老听这傻瓜可豆的胡说八道 而且我也没吃的了 我得回家 要不然就错过点心了 亚三也走了 哼 我可不需要你的批准 可豆对乔方说 荒帝可不是你家的 谁都可以进来 间谍也不例外 哼 我不管了 既然这样 你们 你们就都进来吧 哼 乔方捂着面具 哭了起来 你们 你们根本不会玩 我自己去成立我的无敌英雄帮 我再也不跟你们好了 现在就只剩我和柯豆两个人 我把口令告诉他 这么着他就不是间谍了 然后我们就一起玩弹球 乔方成立帮派的主意 可真不赖 我赢了柯豆三个弹球 好了小朋友们 小淘气尼古拉参加无敌英雄帮的故事就到这了 后来呀 尼古拉的爸爸妈妈要出远门 他们去干什么 他们要走了 小淘气怎么吃饭呢 我们下次再说吧 每天一个故事 伴你快乐成长 这里是U10FM为您带来的 然然姐姐讲故事 我们下次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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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